嘿大家好,我是骑车很摸的摸摸 前几天好机有老谢 带我去了一家成都这边新开不久的机车俱乐部玩 正好在现场看见一台宝马F850GS ADV 就给大家拍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该车搭载一台853cc水冷直列双杆发动机 在6250转时爆发出最大马力80匹 以及最大流矩96米 轮毂为ADV车型上喜闻乐见的浮条轮毂 并采用前21寸后17寸的规格 前后悬挂形成也分别达到了234mm和215mm 风挡的高度为手动可调 ABS和滑动离合 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电子配置 只要加钱就可以实现 什么无药式启动动态电子悬挂 动态牵引力控制系统 弯道ABS 胎压检测 换挡辅助 电热手把等 油箱容积为23升 官方宣称续航底层可达到500公里以上 最后说说重点 座高 F850GS ADV标准座高为875mm 我170的身高加130斤的体重 毫无疑问 双脚是无法同时落地的 如果单脚落地停车 加上244公斤的整备质量 如果我骑的话 原地老车应该会是经常发生的事 当然腿部力量大的除外 F850GS ADV产商建议零售价为14.09万元起